老修行人三十年不冒烟的故事 曾经有位老修行独自住在深山的小毛棚里 对自己的修行还算满意 自愈三十年不冒烟 就是说已经三十年不生烦恼了 有一天来了一群木童 叽叽喳喳的 非常热闹 老修行在铺团上打坐 也不理睬他们 小孩子们调皮 有的去拉老修行的手 有的去动老修行的腿 有的还去戳戳老修行的肚脐 有的拽拽老修行的耳朵 有的去玩老修行的眉毛 对这些老修行一概不理不睬 直到一个木童用草去拨弄老修行的鼻孔 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个大喷嚏 这下被激怒了 他不由地大声骂道 打死你们这般小坏蛋 小孩子们见状 轰得一下子都跑了 老修行一下子意识到 原来自己根本没有断出无名烦恼 所谓的不冒烟 只是没有遇到静缘罢了 于是 他收拾行囊 离开茅草房 下山到丛林大众中去接受磨练了 这个公案提醒我们 不被静转 保持不动之心 不是嘴上功夫 除了发好愿明白道理之外 还得在实际生活当中 多精力磨练 借势练心 真做到八风不动心 无忧无忍才行